高雄警方大老远北上再次前来密室 软禁少女的透天措 要找出蛛丝马鸡 保全界李宗睿 罗姓范贤 涉嫌掠右高雄少女 犯案故城经过层层布局 甚至比起昔日下药性侵案 再进化 让人不寒而栗 从今年五月跟失踪少女搭上线 疑似还同步在住处加盖密室 布局三个月犯下诱拐案 还有其他涉嫌人协助载着少女手机爬爬灶 混淆地位 让警方疲于奔命 房内准备框车会电人的项圈 还有折叠刀 却又帮少女买了只鲨鱼娃娃 显然掌握少女心态 预谋整起犯罪计划 没有什么情绪波动之外 不论他讲的跟证据有多少的同时 他也是面不改色 昔日曾经携败罗姓范贤性侵案的刑警 也认为他非常狡猾 属于难以突破的罪犯 保全界李宗睿早就有下药性侵 未成年少女的前科案件会曝光 就是因为其中一名被害少女 跟罗姓范贤相约在板桥拳运站碰面 之后却遭到下药带往摩铁性侵 而少女的父亲得知之后 向警方报案 比较前年就案 保全界李宗睿都用面试实习为由 从人力一行联系被害人 要求换衣服趁机下药性侵 不过这一回说法有明显差异 以代打赔完为由 还下重本引诱 最后密室软禁还混淆警方办案 计划更为缜密 但受害的通通都是未成年少女 就所谓未成年以下这些少女 还是有一个癖好所在 残犯下药性侵重案 交往后却不知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 只盼司法能恶阻 下一个悲剧发生 据家英文何卫荣 泰宇报导